看过水天堂的人会说 这是一个审美的一场 走进水天堂的人会说 这是一次失忆的离心 世界遗产的梦寻 水天堂 春花秋雨 行云流水 开暗叫绝 怒人回首 有赞美也有陈词 水天堂 独树一帜的声音 自由自在的视角 人性化的诗话 梦幻般的光明影 苏州全构图 水天堂 树里烧尖的太湖 像一地晃动于风中的花影 小巷在后 高塔在前 我们一路走去 水到田里 一样出的吴歌 一满亭的几朵白云 的蓝天 而眉长眉短的远山 恍如刺绣 江南风景 在隐隐约约的 弹词的流水里 宁静地 仿佛灯火下的古镇 有风雅的 好像秋色中的园林 上桥 下桥 回头一望 竟看得见 衣衫飘飘的昆渠 在月色下 风姿绰越的背影 有人说 只要走过那座老桥 就到水天堂了 如果把苏州比喻为一个班级 小巷就是他的同学 当我们毕业多年 或许还没有 在宝经沧桑 同学的名字 却并不会一下忘记 因为都是相伴着长大的 有不少故事 当我们走出小巷 小巷的名字 也不会从身后消失 那些雅道可亲的名字 那些俗道可爱的名字 锦帆路 九巷 诗巷 幽兰巷 幽兰巷 书院弄 桃花雾大街 杜僧桥下堂 花街 西美巷 沙珠弄 大石头巷 土塘巷 牛角帮 前梗子巷 后梗子巷 他们有时会越过肩膀 跑到前面 等我们叫出名字 没有小巷 没有小巷 也就没有苏州 就像一张脸上没有五官 那还能叫脸吗 小巷 小巷是苏州的细节 大到文化 小到一个人 也无非都是由细节 穿针引线 巨沙成塔的 南宋时期 刻实为碑的平江图 与其说是地区性标志 不如说是对细节的玩味 东西南北 沉昏淡西 不然也就引不起后来者的 悠悠情思了 从平江图上 可以看到那些横线直线 苏州的小巷 有横向和直阶之分 以前的苏州 约定俗成 横向用来住家安居 直接用来经商乐业 这是颇有古风的 很像延续有序 直到北宋才被废除的 仿氏制 北宋以前的城市 住宅区只在巷里 傍晚房门紧闭 禁止夜行 商家都在街上 白天才能成事 苏州的这种建筑格局 既是阴地制宜 也是闹中取静 好像第二点更为重要 商住分流 从而保证了 苏州人生活的明镜 如果把苏州比喻为一只手 小巷就是手上的掌纹 看手巷 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 但把它当作 茶余饭后的消遣 倒也无可厚非 按照看手巷的说法 手上有生命线 爱情线 命运线 那么小巷也就是苏州的 生命线 爱情线 和命运线 七里山堂 走了三里半 还有三里半 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 在做苏州刺史的时候 看到山堂和泛滥 就书郡和道 驻地为街 白居易是一个把诗歌写作 当作自己生命的人 临死的时候还不能忘情 但他一旦做官 就把励志 作为自己的生命 通读中国历史 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凡大兴土木者 必民愿沸腾 凡兴修水利者 总万古流芳 丁香巷是苏州一条 普普通通的小巷 但在民间故事中 却有一段浪漫的爱情 一位书生 爱上了一位小姐 小姐说 你能对出这个对子 我就嫁给你 冰冷酒 一点 两点 三点 真是很巧妙 因为冰的繁体字 是水上一点 书生对了三年 没对出 有一天 他去会朋友 走过丁香巷 恍然大悟 做了一回脱口秀 丁香巷 百头 千头 万头 现在的苏州人 谈恋爱也很有文化 小巷深处流水人家 谈着谈着 自然就谈出了文化 小巷的命运 不仅仅是苏州的命运 其实是无文化的命运 无文化是一种 关注细节的文化 它常常被粗糙的时代忽略了 如果把苏州比喻为一把折扇 小巷就是他的扇鼓 这把折扇打开了 一面是明四家的山水 一面是张旭孙过亭的草书 在小巷的扇鼓上 一代又一代人刻下了他们劳动 爱情奋斗 喜怒哀乐和生活的印记 文人莫刻刻下了 泛夫走卒刻下了 正因为层面的多种多样 才保证了文化的各款各式 关注细节的无文化 同时它又是包容的 磅礴的文化 当南宋这个朝代 收留不下一个名叫 郑思霄的艺术家的时候 苏州的一条叫 朴峰巷的小巷 冒着风险收留了它 郑思霄画的水墨兰花 没有根 预言国土尽失 它晚年所作的笔记 装进铁寒沉入水井 使苏州人又使它重见天日 苏州就像一把折扇 一面壮大着自己固有的文化 一面又不遗余力地 保护着其他文化 现在的人民路 以前叫护隆街 这一带原本有很多旧书店 正是这些书店 有意无意地 为中国文化传递出 数以千计的孤本善本 文化只有在 有意无意之间 既不能原木求鱼 也不能克舟求剑 一圆一克 一去就顿诗了 这把折扇打开了 这把折扇合梦 这把折扇又打开了 清风徐来 惠风合唱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只要一走进小巷 就顿觉的无上清凉 这种清凉是一种氛围 是一种心静 说到无文化 是一种心静的文化 如果把苏州比喻为一只苗鸣 小巷就是挂住它的树枝 如果把苏州比喻为一个植物园 小巷就是植物园里的植物 如果把苏州比喻为一条大河 小巷就是流向它的一条条小巷 你问苏州人 苏州有多少条小巷 就像问一个知识分子 识多少个字一样 是一种心静的文化 在一条小巷就像不一样 是一种心静的文化 在一条小巷就像不一样 不一样的有道理 对大河新的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